以下节目是由 常春藤指导特约播映 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商界纵横 我是米娜李时平 那在这一节的商界纵横呢 我们将会探讨如何提升 学生的语言阅读以及写作能力 从而进入理想的大学 那今天呢我们很荣幸地 邀请到常春藤指导的 创办人江宇应教授 江教授您好 您好 主持人好 观众们好 好 那首先呢 我来介绍一下江教授 江教授呢真的很厉害 他拥有四个美国名校的 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中呢就包括 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 那他呢同时也是 加州州立大学的终身教授 而且呢就是教这个大学呢 做大学的教授 已经超过二十五年 那他累积了多年辅导学生 进入大学的经验 所以呢在他的培养之下呢 就是不少新兴学子呢 都进入了常春藤 以及其他的名校 那首先呢江教授 我想问一下 因为今天我们探讨的主题 是讲那个语言阅读 那很多家长呢就有这个想法 就说小孩子在这边出生 英语的水平啊语言啊能力一定没问题 其实这个是真的吗 这个是一个迷思啊 其实不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每次看这个学生考大学的时候 或者什么 都是他们的英语部分的这个SAT 或者考试比较差一点 也就因为这个原因呢 所以我就很多年前 就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大量推出这个英语的课程 那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新来的移民 新来的移民 我们就对他进行这个很慎重的这个补课啊 然后呢结果他们在这个 比如说在今年 他们就非常顺利地进入了 伯克莱这样的顶尖大学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例子呢 是一个本地的一对双胞胎 他们也是认为 以为自己的英文好 但上了我们的课之后 知道那太重要了 后来一直在我们辅导了几年以后 这一次作为双胞胎呢 这一对双胞胎吧 就都很高兴地进入了 芝加哥大学 是全美排名第三的大学 哇 这很厉害耶 那讲起来了 就是现在呢 就已经到四月了 都已经快暑假了 那学生很多时候会暑假 报一些课程啊 那听说呢 你们暑假好像有一些新的课程是吗 是的 我们有一个最新的课程 是为了把这个小孩 更早地认真培养 所以是一个四年级到五年级 就开始学习了 我们叫做classic start 就等于是要从四五年级 开始来读经典的 您说是小学四五年级 小学四五年级 那很小耶 就开始来阅读一些 适合他们年龄的这个经典著作 还有诗歌啊 还增强他们词汇量啊 写作啊 这是我们最新的一个课程 我们已经选好了几本 非常这个经典的 适合于12岁左右学生的 这样的课程 那您这些 您这边好像有一些建议 有什么样的经典著作 比较适合四五年级的学生来读呢 四五年级 比如说我们现在选了三本 比较好的著作 有一本 大家可能是比较熟悉的 叫做格林童话集 那么呢 还有一本呢 是一本美国 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 一个作家 写的一个叫做 Island of Blue Dolphins 就是一个叫做 蓝色海豚之岛 还有一本呢 叫The Alchemist 就是淘金者吧 或者 那么这三本书呢 非常适合 这个四到五年级的学生 那么其他我们还选了 十首诗歌 还会要这个 还会要学一本五年级的 这个专门为五年级 设计的这个词汇 词汇书记 就是说他们要增加 他们的英文词汇 那说起这个四五年级了 那你们广常就说 一直有其他六七年级 到八九年级的这些班 那今年暑假还是有的 是的 那这些班呢 就已经有很多年了 有大概五六年的历史了 都非常特别 一个呢是七八年级 也就是六七年 就要上六七年学生 秋季要上六七年学生 那我们呢也准备了 非常好的士林的书籍 比如说《汤姆利显记》 还有一本叫做 《To Cure a Marking Bird》 就是叫做《杀死魔防了》 这本书并且 这个我是这本书的中文译者 在中国流行的这本书 我是做翻译的 那么其他还有几本 也会有大量的这个诗歌词汇等等 那么八年级九年级的呢 那就更丰富了 那是我本人自己在教呢 那个班呢几乎是常常爆满 我们现在三个班 我们的教室只能坐三十个人 那三个班就有一百个人 所以全部都是报满的 全部报满 对对对 全部报满 那报名有没有截止日期呢 报名呢我们是 报名现在就是 当然是先来先到 并且复迪批评等等 我们现在应该还有很多位置 因为暑假还久嘛 但是还是要抓紧时间 应该要抓紧 对 其他的我们还有这个 SAT和ACT的课程 那么还有很多别的英语课程 是这么一样 那听说呢 你们最近这个创意写作班 还得奖了 那可不可以麻烦您来介绍一下呢 这个呢也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 这个还是第二个学期 那我们在我们第一个学期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请了一个专业作家 我们其实只有十二个学生 其中就有五个学生 得了这个全国性的这个写作奖 就是因为 对 你想这个比例是非常惊人的 那很高耶 十二个学生有五个人得奖 那么这个班呢 我们还要继续开 所以今年夏天呢 等于是第一期就有五个人得奖 第二期正在进行 那还没来得及 把这个写作文交上去 还没有讲 还没有参加比赛 对 第三期呢就是暑假 也马上会要开始了 所以大家如果想提升写作能力 这个班会非常好 还有就是写作 它不光写作能探 还是为了上大学 因为你得到这些奖呢 你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你就显得很有功力 对 能够加分不少 对 那讲起呢 您刚刚有提到这个SAT了 那这个SAT ACT的重要性在哪里呢 这个呢导致观众和家长呢 可能都会比较熟悉 就是因为呢 它是考 等于是美国的高考 虽然它不像中国的高考的 那个比例 在这个申请大学的比例中 不占那么高的比例 但等于是美国的一个 要申请大学必考的考试 那另外还有一个叫AP 那AP是什么呢 是的 AP也是为了申请大学加分的 那我们现在呢 正在推行这个AP的文学课程 和AP的语言课程 那么这两门课程学好呢 就证明你的英语 真的学到功了 那好 非常感谢这个江教授 在节目结束之前 麻烦您讲一下 你们的联络电话 对 我们的电话呢 是408-982-3425 然后呢 我们这个也有这个微信群 我们有十几个微信群 有那么多 对 到时候我把微信群 再传给这个米娜 大家我想观众朋友 在荧光幕上 也能看到这个微信的 那个barcode怎么样 是吗 是要大家就是点一下 用手机 就是点一下 扫描一下就可以了 对 好 我们非常感谢江教授 那我们今天这个 现在这一节的节目时间到了 我们现在进入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